Hello 大家好 我是凭欣 各位女生平時跟男朋友出街 都會拍照 幫上網分享 但總會覺得相片也不滿意 臉還是包包的 經常要你身邊的朋友不停重拍呢? 其實我們可以在日常妝容上加一點細節 在鏡頭之下出來的感覺就會很不同 事不宜遲 立即看我今次的分享 今次是我第一次素人拍片 希望不會嚇到大家 因為最近Piri來到 所以下巴也不聽話 傷了幾顆暗瘡 在開始化妝前 我們可以先照顧一下嘴巴 用上凡是淋風蜜味的潤唇膏 才滋潤一下嘴巴 而我呢 就會用到 Trofina的Base 雖然我是乾燥肌 但夏天一來到 T字位總會有少少沒有用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會在T字位 用上這支比較控油成分高的Long Keep Base 而在面株兩邊 我會用上保濕成分的一支 你看我這一支都快用完了 上完Base之後就到粉底了 今次就會用上Long全新推出的專頁粉底掃 然後就用Made up forever的高清無瑕粉底液 通常我上濕粉都會用到類似的平頭粉底掃 掃上全面 因為它可以把濕粉掃到很平均 和可以修飾毛孔 把濕粉塗到很薄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透薄自然的底妝了 通常我們用掃上濕粉都很難避免會有掃痕 在這裡可以教大家一個小貼士 可以用掃來回多次打橫打直掃 這樣掃痕就會不見了 另外大家可以預備一個濕粉撲 可以以點印按壓方式 同樣都可以消除粉痕 還可以將粉底壓得更加貼上面 完成了粉底之後 如果面上還有瑕疵 就可以用到Reverron這支遮瑕掃 配合遮瑕膏 再點在你想遮瑕的位置 我就會遮下巴的抖印和面盒的雀斑位置 瑕疵部分都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用少許碎粉定妝了 今次我們就可以用到Reverron這支碎粉掃 用我近期最愛的碎粉定妝 這支碎粉掃毛質很柔軟 完全不吉連 而且找粉力都很好 可以將碎粉平均掃上全面 而我就會特別在易出油的天字位置掃多幾下 加強定妝的作用 接著來到眼妝的部分 在未化眼妝前 我就會習慣用透明麥粉 配合這支掃頭比較小的眼影掃 拍在眼底 一來可以防止一陣子的眼妝的粉末 掉進去變成紅毛眼 二來就算萬一不小心 把眼影或眼線印在眼底 都很容易修補的 在開始眼妝前 我們就畫回同眉 大家如果要畫眉前 就要先清楚自己的眉頭 眉封和眉尾的位置 大家可以找一支掃 對準鼻質的位置 今次我就會用眉粉來畫眉 眉粉給眉筆一點控制 很適合伸手去用 而我就會習慣在眉尾部分開始畫到眉頭 因為我們帶一下落筆 通常都會比較深色的 深色的地方會放在眉尾 就會比較合適 以眉頭淺、眉眉深的方式去畫 就可以畫出一條很自然的眉 大家可以看到我本身的唐眉 都比較濃密和黑 所以我在畫眉的時候 都省了不少時間 只需要在眉尾的位置 補一點洞洞就可以了 我們畫完眉尾的眉尾 不妨可以把眉尾拉遠一點看一看 看看會不會畫得太深色 很奇怪 好像立不小心一樣 如果真的太深色的話 都不用擔心的 我們可以用眉刷 順眉眉的方向向外擦鬆 這樣看上來就會舒服一點和自然一點了 在上眼影前 我會習慣用iPimer打底 雖然我是乾燥機 但眼油的問題都頗嚴重 因為如果不打底 整個眼妝一會就會很容易融開 而用了iPimer 除了可以令眼妝更加持久之外 還可以令到一人家上的眼影更加顯色 我知道很多人上眼影都會用手指 但我個人就比較喜歡用眼影掃 今次就會用Mathalon這兩支眼影掃 眼影掃和眼摩掃去上眼影 我們最先可以用最淺色的打亮眉骨位置 我上眼影的習慣是少量多次去上 出錯率的機會就會大大減低 之後就可以用上香檳金色圖上整個半圓眼摩位置 然後就可以用這支亮眉骨的淡肉色圖在眼尾三角位置 之後就可以用這支Smokey Eye Brush 這支掃很特別 有兩邊的 一邊是比較斜角和扁身 而另一邊是比較細小的掃頭 我們可以用斜角的一邊 我們可以用上深色的眼影 眼影的位置可以塗在眼睫毛根部 畫一條比較柔軟的外眼線 如果覺得眼線太柔軟的話 可以加實色一點 我們當然要找一支眼線筆 我最喜歡用這支Maybelline的眼線液 它有黑色和啡色 這次日常妝容比較自然一點 我就用上啡色了 它的筆尖很幼細 亦很容易勾畫出眼面的位置 慢著 我們的眼妝還未完結 我們可以用剛剛的Smokey Eye Brush的另一邊 掃頭比較細 可以用白色珠光面打亮眼頭 還有下眼線三分二的位置 而近眼尾下眼線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用剛剛的新啡色 點在眼下三分一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做到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眼妝的部分還好像差了一點點 嗯…就是眼睫毛 最近Mavalon推出好幾支很吸精的眼睫毛液 紅色這一支就是最吸精的 它集五大功效於一身 有齊濃密、纖長、分明、捲曲和極黑的功效 而今次我就會用到紫色頭這支 終極分明眼睫毛液 顧名思義可以打造出根根分明的效果 這支掃頭設計也有點不同 它用了長短的掃毛 可以將睫毛液平均地梳到每一條的睫毛上 就可以做到根根分明的效果 我們可以先將睫毛輕輕夾條 然後再用電影睫毛棒微微疏疏 這樣可以做到更加捲哭 大家看看我用完之後 是不是根根分明的效果 不會黏到一塊塊的 我們的眼妝就完成了 留意一下眼底 不少不少都會有些眼影碎的 我們就可以用MAVALON這支BANDING BUSH 去掃一掃眼底 可以令整個妝感乾淨 這支BANDING BUSH 掃頭比較平身 而且掃毛密度也沒有那麼高 可以輕輕地掃走些碎碎 光影部分我們就會用一支掃頭比較尖細 毛質鬆鬆的眼摩掃來上 這支掃的掃頭就像水滴狀一樣 除了可以用在眼影的部分 我發現用它來上highlight也不錯 最近新買了一盒Urban Decay的highlight 一半做法可以掃在面上最突出的位置 例如額頭、鼻樑、下巴、眼下拳骨 以及眼底的部分 這盒highlight很特別 它是粉粉的亮身 上了臉後整個妝感都覺得很通透 來到陰影部分 我的鼻子天生比較扁和圓 所以可以用剛剛那盒眉粉 放在鼻樑旁邊兩邊的位置 可以令鼻體上來高一點和立體一點 如果下手太重也不要緊 可以用鼻掃慢慢翻鬆它就可以了 來到大面積的面珠位置 我們就可以用一支輪廓掃了 這支掃頭的設計都是水滴狀 可以方便用在面上 這個陰影粉是我新買的 有兩個色調 因為我偏身比較白 所以我用色調 比較自然 你可以先放在嘴裡 放在耳邊斜在嘴裡的位置 向下面掃 和下面下巴的膝位 都可以打回一點點陰影 如果有些人的額頭太高 都可以放在髮邊 來到胭脂部分 當然用胭脂掃上 這支胭脂掃的毛比較短 和外形都比較軟 可以用在面珠大面積的位置上 胭脂也比較容易控制 胭脂最自然普遍的上法 可以先笑一笑 面上最突出的拳骨位置掃上 慢慢斜上去掃 就可以有些修飾的效果 最後輪到唇膏部分 剛才我們塗了凡士林 如果覺得太多或太黏 就可以用紙巾先印一印 今次我用到最近普平如潮的 Refalon高清圓式牙字唇膏液 之前我也有寫過分享文 大家如果想看 我留下連結在下面 今次就用到比較自然的粉紅色 可以直接掃上嘴 或者點幾點 然後用手指印開 感覺就比較自然和啞致了 整個妝容終於完成了 還欠什麼呢 當然要弄乾頭髮 為了節省時間 我之前就預先夾著頭髮來化妝 現在可以放下來 就有少少微縮的效果 感覺也比較自然 今次我用比較簡單快捷的兩手邊 一邊拌到後尾枕 方法可以在額頭前面 拿一束頭髮分成兩部分 左右交叉 每搭一次加束頭髮就可以了 如果不喜歡也可以不加 可以一邊睡到落後尾枕 用髮的固定就可以了 左右兩邊都是這樣做就可以了 今次可能拍得不是比較清晰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我的髮型心得 今次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今次花了特別多的時間去製作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就在下面按個讚 訂閱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